国内日前传出校园霸凌事件 涉及霸凌的是雪兰娥技术学院的一名射奸 这名射奸用脚猛踹一名18岁的寄宿生 事发后警方已经传召七名证人 录取口供协助调查 截至目前暂时还没有任何人落网 警方表示调查报告将近完成 一般预料明天可以成交给总检察署 以便决定是否提供该名射奸 这起霸凌事故发生在上个星期四 下午五点半 地点是雪兰娥双西茅诺记职学院 短片显示一名35岁的射奸 在狂骂和狂踩学生 学生不断呻吟求助 最后射箭在其他人的阻止下 才停止暴行